大甲妇女馆后方的中山公园 平时经常有长辈跟亲子会前来游玩 但里头的儿童游戏区的地点老旧 有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地方也希望能够争取到新增邮聚 而为此明代兼获申请之后 这一天也邀请了相关单位道小会刊 也顺利争取到总经费543万元 将协助中山公园来做整体的改善 以及更新 小朋友在公园里开心跑跳 这里是大甲区中山公园 平时经常有长辈和亲子前来游玩 但由于儿童游戏区下方的地点早已老旧 有安全上的疑虑 而且园区内长期紧装设一座邮聚设施 不仅让家长直呼单调 地方也抱怨连连 地点已经很久了 邮聚的设施比较少 所以没有那一种丰富感 所以很多人来这 就是不会很久 如果要问问市政府 要做到我们家来 说实在话 这个公园 我想里长 其实也反映很久 那要做提升 说实在 清晰打到这里就冷了 明代接户成型后 这一天邀寄向万单位到场会刊 顺利向中央跟地方 争取到543万元 除了更换老旧地点等设备外 还会在一旁增设共融式邮具 像是结合攀爬拉绳等挑战元素 不但能丰富孩童的游玩体验 也能玩得更加安全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预算 主要把这个安全的防护店更新 然后把设置更多的这个邮具 特别是对孩子 有更有启发性的这个邮具 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未来它会是比现在 这个对孩子来讲好玩很多 精彩很多 能够把这里的儿童游戏 总经费大概543万能够做提升 那我想让我们甲安普的 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又多了一个点 能够带着孩子来这里玩 明代希望未来崭新的公园 完工之后 能跟一旁的大甲妇女馆 做紧密结合 让馆方能有更多的空间 举办相关的活动 提供给长辈跟亲子 更完善多元的休憩游玩空间 记得重播和台中参访报道